而更多的物質在物質方面的提供者是向社會轉移 所以說苛求政府如果提供更多的投資上的支持 其實我們覺得也是一個長久的不盡 每年政府會提供很多就業部導的政策 好像每年他們都會在大學開一些招聘會 台灣的大學生靠他的優勢是可以跟全世界大學生一起去競爭的工作機會 這工作機會落臨了好好的把握 好好發揮自己的特色、好好發揮自己的索材 相信一定會得到很多的成果 我還可以啦,但是壓力太多了 工資多、車業多、可是我連教育部長也換了很多 天啊 因為在台灣這10年已經換了6個教育部的部長 這個教育政策一直在變 為什麼他們要特別有科技大學的技術學院呢 除了因為因應即職教育上來的技術讓他們可以再度進修之外 他們主要是天重在科技、工程還有管理的專程上面 台灣電影的另一座里程碑 那便是琼瑤的愛情輪異點 1965年的《雅女情深》和《阪君兵衛》 正式成為了60、70年代 觀眾的感情慰藉與出路 因而大手腕引 這部作品呢,是我國際大導演侯孝賢的第四部作品 僅僅是第四部作品啊 他已經推出,就他的運氣就挑出想像 立刻引起了無論界和文化之類的一切關注 總決定要去都市裡發展 再去那裡種地就好啦 去那裡幹什麼 你看看這片農地 根本做不出什麼嘛 你看看你 你為什麼這樣沒出息 現在啊,政府啊,推動一個飄鳥之館 什麼? 大家鼓勵,鼓勵大企業到農村去投資 我們公司啊,剛好要到你的老家去投資農業跟觀光業 不如這樣,你就跟我一起回你的老家發展吧 在台灣,產業已經累積四五十年的全球貿易網絡 這是台商最重要的資源了 未來,我們要繼續持續的呢 跟這些跨國公司強化並持續與這些跨國公司連結 並且掌握全球的貿易網絡 唯有掌握全球的貿易網絡 我們才能知道最新最新的貿易分派 那路板都非常厚的 然後同學都要打啊打啊打 有時候是手會瘀青的 尤其是像最近幾年 台灣就是比較流行愛的教育 愛的教育的話就是老師會用罵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動手 動手在家長的學校就會告 那用罵的其實就對很多小學生來說 很多小學生都會受到很多心理上的傷害 林海銘創辦雲門武器 帶動了台灣現代表演藝術的發展 事實上布袋戲是一種台灣非常傳統的民間的那種藝術方式 但是在日本政府的高愛統治下 那個在一開始的初期呢 布袋戲是被迫要採用日文來演出 並且那些木偶都要穿上一些日式的服裝 又木棍在那個打來打去 非常地不倫不倫 特別是在香港這麼早上會同人員 請問拜見好不好 請問拜見 如果這個活動 希望你們也可以繼續你們的友誼 這幾天認識那麼多的新朋友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下台 請問拜見 請講採用 請講採用 第一次 特別講的是 海混的陳香芳 海混的新紀發展 台灣的 教訓警制 第一比零零零 台湾 國貿一眾 新舞台湾 考試一下 怎麼做這個擋貨 這一台叫做壓射機 最傳統的是用人力 石頭 夾壓 大家想到 要怎麼 用這個所謂的 水車送水水 小學五年級就會了 我喜歡那個象牙 那個球 因為我聽她說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說 他們這麼辛苦去雕那個東西 花了那麼久沒時間 就是三代 那種多長的時間 在雕那一顆 然後雕到岩渡霞了 可是她只要雕了那一顆 她的後代子昏都 無岩後代子 他們其實都不用擔心 都比過得不好笑 我覺得那種 她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很感動 五人大學 一月每個家 大 西日 韓國 共一百零二所大學 在福大裡面我們有四個補書館 分別是文圖、社圖、意圖跟禮圖 我從你離開千里之外 你無聲黑白 是否變待 或是變靜 太遙遠的相愛 太遙遠的相愛 我從你離開千里之外 你是否還在 今生何來 生死難猜 用一生去等待 人之外 愛 感谢观看